当地时间7月19日,波兰总理莫拉维斯基在农业与农村发展部长的陪同下,会见了保加利亚、罗马尼亚、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四国的农业部长。 会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,莫拉维斯基宣布,五国就延长对乌克兰谷物的进口禁令达成一致的联合立场,并签署文件,希望在9月15日之后继续延长对乌克兰小麦、玉米、油菜籽和葵花籽进口禁令到年底。 波兰总理在7月18日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失效后表示,为保护波兰本国农民利益,波兰不会在协议失效后向乌克兰开放本国粮食市场,但是愿意保障乌克兰粮食过境渠道的畅通。 自俄欧冲突爆发以来,乌克兰农产品外运问题成为国际热点,特别是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受阻后,波兰、保加利亚、罗马尼亚、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五国成为乌克兰农产品外运的主要通道。 但由于物流等方面原因,农产品在当地积压冲击了这五国的当地市场,造成当地农民的经济损失。 今年3月,上述五国联合向欧盟委员会发表公开信,呼吁欧盟介入,以评估和应对乌克兰农产品对各自国家农业的影响,并建议欧盟考虑对乌克兰的农产品征收关税。 在没有得到欧盟的答复后,4月15日,波兰和匈牙利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谷物和部分农产品,以保护本国农业,禁令原定有效期至6月30日。 斯洛伐克、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相继推出类似的措施。 4月28日,欧盟委员会建议向五国农民提供资金补贴,并同意这些国家对乌克兰某些农产品实施进口禁令,同时要求五国对乌克兰农产品开放过境转运通道。 总台记者在五月采访波兰农场主席时得知,他们面临的问题十分严峻。 乌克兰农产品严重冲击本地市场。 原本1500自洛提约和2700人民币每吨的玉米在港口的价格被压低到1000自洛提约和1800人民币每吨。 降幅超过30%,因此波兰农民从多次在波兰和乌克兰的过境点组织抗疫活动,致使大批车辆滞留。 Tak, od pewnego czasu wojna w Ukrainy bardzo dekatywnie wpływa na polskie rolnictwo, bo obserwujemy bardzo duży import i napływ towarów rolnych, ale tu chodzi też i zboże, i mięso, ale mleko, cuker, wszystko jest tutaj importowane. Jesteśmy jakby krajem Unii Europejskiej najbardziej praktycznie wysuniętym na wschód i jesteśmy krajem, powinniśmy być krajem tranzytowym, 主意, że to wszystko co do nas wpływa nie zawsze jest dalej eksportowane, tylko zostaje u nas w kraju i tego surowca jest za dużo u nas, tak? Zbigniewski Zbigniewski Zbigniewski